OK 本阿萨山的意思就是 创造或者建立的意思了 所以5.1的这个特别了 我是学到马六甲王朝的创造 他是怎样被创造 所以之前你们在小学 应该有学过一些吧 关于马六甲的王朝 马六甲王朝是怎样创造 由谁来创造 还是已经忘记了 忘记了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 Paramuswara的一个人来创造的 OK 这个了 Paramuswara 所以他讲了 说到那本来有马拉克的阿萨斯坎 Paramuswara 1400 公元1400年 这个Paramuswara 他创造了这个马六甲王朝 你们在四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大概的有学过了 马六甲是如何被开展的 OK 马六甲王朝是在马来王朝里面的 可以讲是最出名的一个政府 Marshall就是出名的 OK 有不懂意思的话要写下来啊 好 现在呢他就有讲到 啊 什么 啊 Marshall是出名啊 所以还有讲的 Paramusw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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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功的选到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地方来开展这个王朝了 Paramusw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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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拉马来 OK 所以我觉得马六甲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 Satagy的地方 OK 啊 这边就有讲到了为什么马六甲啊 是那么多Satagy呢 啊 懂得是Satagy吗 不懂 Satagy就是很有策略性的意思了 啊 他讲马六甲是一个很有策略的地方啊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 OK 为什么呢 OK 首先他有解释到了 马六甲是位于这个 Paramusw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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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马六甲河 附近 OK 他的阿上 Paramuswara Paramuswara Satagy Paramusw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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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这个地方 啊 马六甲这个地方呢 只是一个 Paramuswara 一个渔村 然后呢 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买卖做交易的地方 OK 啊 可是 啊 Paramuswara 来这边开启了王朝过后 就不一样了 OK 啊 所以当时候这个图可以看到了 啊 马六甲就在这一边了 OK 当时有很多多船 然后有来到这边 啊 做生意啊 啊 或者是那些生意人啊 来这些 一下了 OK 啊 说第一个 OK 马六甲呢 是一个 拉鲁安 Paramuswara 什么意思呢 来你练一下这边的这个句子 啊 啊 路途了 就是说马六甲的位置的是在这个贸易路途中的一个必经之地 这个是马六甲海峡 所以今天西方的人要来到这一边 或者东方的人要去到西方那边都会经过这个马六甲海峡 那么巧马六甲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这边 所以马六甲是一个必经之地 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生意人 他们都会这样 都会经过这马六甲的地方 然后他们可能在那边休息 然后他们在那边休息就可以做生意了 可以明白吗 所以这是第一个point 为何马六甲会这么的选择去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位置是位于拉乱普洋甲的南 好 好 下一条 好 弹头架公里 懂什么弹头架公里吗 就是它的表面 就是它的表面 它的底里位置是怎样的 ok 好 来来一下这个point 嗯,話講了 鮑魚是一個有很多山的地方 OK, berbukit berkau就是山 這些山有什麼用呢 這些山可以成為 banteng berkata 什麼是 banteng呢? Bentang就是围墙 Bentang就是防守 他们的这个山 可以成为他们天然的一个防护墙 因为你有山在外面顶着的话 敌人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攻进去你的地方 或者那些敌人看到这边整座山 应该是没有人住的 他们就不会去攻打这个马六甲 所以这个山可以保护这个马六甲 还有就是我们家的斑断杂暴档 斑断是什么意思呢 斑断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指标 给那些做生意的船的指标 一经过看到这座山就懂 他们到了马六甲了 我再考虑一下这个山有什么用 你做成一个天文的围墙 不要给别人攻打进来 OK不要给他们攻打进来 还有呢 还有可以成为那些人的指标 给他们知道我到马六甲 嗯对了 给他们一些指标啦 跟他们讲 然后看到指标就知道 OK他们已经到马六甲了了 好然后下一个 变成为一个天然围墙了 因为有这些红树林挡着的话 那些人要上岸都没有容易上岸 OK 还有呢就是这个了 懂什么是 风啊 风啊 对了 季后风 OK 德林冻的意思就是 啊 被保护的意思了 哎 就是说马六甲这个位置那么巧啊 啊 是没有受到季后风影响的 OK 啊 所以就像马六甲这个地方 啊 他没有天灾发生的话 就很安全了 啊 这样那些生意人呢 就会去马六甲做生意 会做到更加的 啊 更加的安心了 OK 因为没有天灾嘛 啊 啊 就这样子了 有问题吗 啊 所以基本上马六甲啊 为什么会被这个 Paramasora选上 就是因为这四大块了 OK 啊 要记起来 OK 啊 然后这边就总结了 这些 他就讲啊 这些Mensawla很 很聪明啦 因为他成功了把一个 愚村 变成一个 非常 先进 非常旺的一个港口 啊 啊 那些Mensawla 明显楼经 那些Mensawla 不凉业文臭小贵不上的 奥特拉帮萨拉选择这个地方啊 成功的让马六甲变成一个国际的贸易啊 贸易区了 本阿萨山马拉根本就干把我 班亚马发亚的 我都是给大家给他 能还给他一 阿拉斯基德文德克斯加特兰 你都办 啊我们这个啊啊 管理这个马六甲啊 显示着有很多的好处了啊 如果我们很珍惜我们的这个 阿拉斯基德 啊ak 就是这样子了 ok 好 ok flavor ok ok 5.2 ok 我们下次再讲 好